我们在两三天前看到了这个两高三部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和司法部 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台独的 依法审治台独的一个意见 而且是从发布之日起就开始实行 这个东西它很细分 把这个煽动台独的最高可以判死刑 这个东西发出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对它不是很在意的 包括台湾这个陆委会有一个新闻稿 新闻稿只说了一点 北京当局对台湾没有管辖权 中共所谓的法律法规对台湾人民没有约束力 政府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不要被中共的威胁和恐吓所吓到 但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真的没用吗 首先它今天出台这个东西是为什么 说明它有足够的信心 来武力征服台湾 它这个其实不是威慑今天的台湾人 它是作为战后 层治战犯的一个重要依据 今天它跟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建交的 就是我前两天说的 它现在是一个被国际公认的合法政府 这也就意味着它和许多国家不仅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且也有引渡条约 这也就意味着台湾人和支持台湾独立的人 至少在几十个摇摆不定的国家 是完全有可能会被中共依法要求引渡到大陆去审判 就它在遏制你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就是它其实是在对美军进行一种回应 我们应该知道拜登上台以后至少有五次表态 当台湾受到威胁 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 美国人一定会站在台湾这一边 是道义上还是战术上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 普京在攻击乌克兰以后 他得到了全世界给他的回应 他其实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就应该得到回应 但当时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是有限的 那么到他武力侵犯乌克兰以后 西方不需要宣传 不需要形成统一战线 而是自动的结成了一个联盟 因为他的威胁非常真实 而今天西方所做的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他今天选择了一个对他非常有利的时刻 首先一个他利用前十年 进行了一个国家战略的调整 你认为他跟西方把关系都搞僵了 实际上这个调整 是源自于西胖自身的要求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对摆脱中国准备不足 在过去至少六年里 我们看到了川普时代开始的 与中国的脱钩 所有的制裁都摆在明面上 而且制裁的清单越拉越长 但这一切都没有完全震慑到西方的决心 他未来武力进犯台湾的可能性 在公布这个意见以后 其实已经大大的加强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其实是有限的 我们每一次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应该想一想 工军不断的出台 他们新的法规 包括前两天 在这个菲律宾海域 他的海警依法 开始进行抓捕了 无论是菲律宾的渔民 还是他们的公务人员 包括士兵 在南海 你看到了中国海警 竟然去搜缴 菲律宾公务船只上的枪支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源于 西胖的野心 而他这个野心在面对周边国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这种抵抗是非常软弱的 他竟然能搜缴枪支 想想有多可怕 对方有多么的不抵抗 在香港大家已经明确的可以看到了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 在香港最高法院 还有外籍法官的情况下 他们竟然可以积压 反送中期间的这些活动人士 包括新闻从业者 积压了一千两百多天 一转眼四五年 反送中期间 其实直到今天 西方的媒体没有从香港撤走 至少 各个大的知名的新闻媒体 还保留了一部分 甚至在现场我们看到的很多直播是由国家电视台来完成的 在反送中期间 美国的参议员 现在在半导体行业中 台湾的份额 台湾在重要半导体 方向上 大概供应了全球90%的份额 这不仅仅是一个台积电 包括联发科 是吧 就像黄仁君这次去台湾说的一样 它是一个重要的供应链 台湾在半导体行业中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你没有看到 习胖这个政权 对黄仁君的制裁 因为GPU 它现在是一家独大 中共现在针对 人脸识别监控 最需要的是GPU 所有的服务器都是给予它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政权 其实不像他们宣传的那么强势 但为什么它在这会儿要咄咄逼人呢 它通过这个意见的发布 实际上是在宣告 它对台湾主权的拥有 以及它即将会采取的动作 甚至它为打下台湾以后 怎么治理 怎么制裁 是否列出一个战犯名单 像香港一样 把你都关起来 送上法庭 都做好了自己的安排 人们在这一刻 如果忽视了 习胖的决心 把它所有的动作 都看得太轻 我们将重蹈香港的负责 香港在反送中期间 我们看到出现了大量的黑警 这些黑警是怎么来的 香港市民第一时间 指责站在他们面前 对他们执法的警察 要求他们出示ID 出示委认证 原因是 他们不是香港警队 你们在香港 有没有执法权 香港市民是有质疑的 但在这些黑警 出现在香港之前 广东省公安厅 公布了一个 大湾区警务合作条例 这个条例依法公示了半年 中国内地搞了一个说法 把原先的广州府12县 其中自然包括香港 按照大清的管辖范畴 香港当时是一个县 丹丸其警务合作条例 明确的把香港列入了 广东警力 可以合理调配的区域 这也就意味着 按照他的法律 他依法公示了 没有任何抗辩 所以香港 出现了大批来自广东的黑警 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意见 其实也是为未来 他准备占领台湾以后 治理台湾 打下了一个警务条例 依法的基础 可能很多台湾人 没有意识到 中共这个政权 对他们不仅能战 而且能赢 有多大的信心 可能大家都忽略了 而在西方这个政权的角度上来看 他们认为 他们不仅能打 而且能赢 这个世界 正在面临的是两场战争 欧洲 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 亚洲 以色列在对抗哈马斯和珍珠党 在北部 他们在 试图消灭哈马斯 在南部 他们正在面临 全方位的 与在 黎巴伦的 珍珠党 开战 在这个时刻 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 不和谐的声音 实际上 全球经济 正在衰退 在这种脆弱的时刻 西方完全 有信心 打响这一张 而且他认为 能打赢 他现在正在释放 开战的信号 我相信大多数人 并没有准备好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